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训优秀毕业生落在宁雪头上 别的不说 军训大家都在同一个起点 凭啥不给夏小兰同学竞争的机会 商量的结果就是把两人同时抱上去 都是建筑系推荐的人选 是该好好查一查源头 这一上新查证 留言好像是一点点汇聚在一起的 最初是新生接代的时候 积淀系的杜学峰瞧见好看的身位傻了眼 晚上时候在寝室说了下 这种事哪能保守秘密啊 很快驻五号楼男生寝室的高年级师兄们 都知道了夏小兰 校花的名头就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其二是建筑系的赵倩 在入学报道那天和同学感慨过两句 刚才我领着办入学手续的夏小兰 真的和杜学峰说的一样 人长得真漂亮 就是看上去娇娇滴滴的 不知道能不能在建筑系待久 赵倩这是无心的感慨 她也是对夏小兰印象深刻 才会和同学说起 娇气要转系的源头就在此处 第三 开学典礼结束后 季江源主动找夏小兰说话 两人是相谈甚欢 夏小兰也就那么随口一说 要回寝室给男朋友写信 她根本没把这事当成一回事 现场却有别的人听见 知道的人肯定会讨论 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评语 明明一开始没什么恶意 整合起来居然会成了不容小觑的一股浪头 说到底还是她惹人注意 在华青这种靠学业说话的地方 夏小兰有点太惹眼了 艰苦朴素 才是现在学生群体的主旋律 别人一顿饭吃两毛钱 夏小兰在食堂打菜从不手软 换了其他人 每天吃红烧肉也不会有人注意 可夏小兰本身就引人注意 身上稍微有点动静 就有放大镜照射后的效果 也不是极度 可能大部分人听见 总是谈论夏小兰干什么了 提的多了也挺烦的 存在感这么高 还不是因为学习 咱们待的地方 怕不是一个假华青吧 真是胡闹 这些事根本不算什么 就算是真的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性 华青不是要把学生培养 一模一样的机器人 林老师特别生气 他们都是经历过 运动斗争年代的 被人扣帽子的后果有多严重 林老师难道不清楚吗 夏小兰就是被扣了帽子 虽然没人批斗她 可被这样的流言包围 夏小兰同学的心理压力得多大 怪不得上课时 夏小兰同学总是欲言又止地看着她 这是学生的倾诉欲 却被她给忽略了 不叫夏小兰同学答题 无疑也是在推波助澜 流言的发酵 必须要做点什么 来让夏小兰同学证证明 我记得今年教育部 要举办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50年代学俄语的热潮已经过去 80年代正式进入学英语的时期 84年以前高考虽然要考英语 却只按照百分比值计入总分 今年高考英语100分全部计入总成绩 还是主考科目 教育部举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林老师觉得可以帮夏小兰同学报个名 夏小兰耳朵有点烫 军训最后两天居然全是方队练习 负责在这边监督军训的华清老师 公布一个消息 这消息让刚刚野外拉练完的新生们 有点躁动 今年的国庆35周年 华清大学准备了三部分工作 第一是 1847名学生组成的一丈方队 走在整个华清游行队伍的前列 展示一幅长30米 宽27米的祖国地图 第二是 组织2200人参加科教游行队伍 就跟在一丈方队之后 手持鲜花充当游行的群众 第三是 华清大学设计制作一辆高10米的游行踩彻 以华山抢险战斗集体学习为主题 展现当代青年大学生勇于担当 乐于助人的风貌 第一个一丈方队 学校从今年4月底校庆结束后就开始筹备 选拔队员 训练队员 已经训练好几个月了 那时候还没有八四届新生什么事 任务是交给八二届学生的 因为一丈方队的每个学生占什么位置 全部是有硬性规定的 每个人会举着一个小拼图 最终拼成巨型的祖国地图 杨永宏 就算想走一丈方队也不行 新生开学 这个一丈方队早就成型了 除了一丈方队 还有充当游行群众的科教大军呀 学校准备把这个2200人的科教大军队伍 分配给八四届的新生 他们刚刚参加完军训 精神状态和纪律性都是极强的 青春有朝气的面孔 充当欢庆的群众 简直太合适了嘛 一到军营 开始军训的时候就说肯定不行 那新生的心思就全放在游行方队上 现在肯定不一样 有纪律性也有了最基本的一些动作素养 基础打好了游行方队又不用踢正步 练习两天就能成型 华青这消息让杨永宏很高兴 一丈方队不用想了 走个游行队伍还是很好的 和杨永宏想法一样的新生占了绝大多数 参加国庆庆典 哪怕是举着花束从天安门前走过 荣誉和自傲都无以言状 原则上 这一届新生都能参加游行方队 需要2200人 八四季的本科新生才2100多人 也要预防一部分同学忽然身体不适 学校也安排了一部分大二学生加入 夏小兰心想 自己就是当个热血群众的命 没想到华青的老师把他和宁雪 还有另外二十几个女生全部交到一起 同时还有同样人数的男生 你们想不想加入一丈方队 走第一排的位置 夏总有点疯 国庆35周年 华青一丈队第一排的位置 换个说法 这不是就是在问 你们想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个脸吗 想到35周年庆典 或许还有外媒转播 短短一秒钟扫到的镜头 说不定还是全世界面前露脸 夏小兰觉得 不是它产生了幻听 就是这个世界太魔幻了